在日常生活中 总有人会遇到不公 遇到欺怒 乃至迫害 如果那个人是你 你会怎么做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今天 少年有六个精彩的小故事要分享 故事的主角 可能是你 可能是我 可能是任何一个人 有些事情难以避免 但应对的方式 前差万别 结果 也响应了天地悬殊 第一个故事 发生在一架飞机上 一个高调的美女 静静地坐在座位上 看一本画满丛尼野生动物的书 坐在她旁边的男士 被她吸引了 于是主动地上天搭讪 男士说起自己是个月评家 美女有感而发地提起 自己的前男友纳克 也喜欢音乐 但却很失败 月评家听到美女前男友的名字 差一点片刻 因为 她不急认识纳克 并且一次地当纳克在音乐比赛中 展示她的论文时 自己作为评委台的首席评委 把她赶了出去 正在此时 前半的妇女 打断了她们的话 她惊讶地表示 自己是纳克的中学老师 曾经认定纳克在志愿上 有缺陷 而让她复读了一年 接着 一个青年又站得起来 高声 喊着老师的名字 这个人是纳克的同学 全身时代 终于和她们一起欺负过纳克 过多的巧合 让人不得不想到 这就像一个清新设计的局 忽然 刺激笔伏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声称自己认识纳克 并且 她们都直接或间接 伤害过纳克 但是她们更加恐慌地发现 她们的机票 都就通过各种形式 也被获得的 而驾驶飞机的人 正是机长纳克 飞机的电波幅度越来越大 乘着纳克的心理医生 试图拳说纳克 把她的失败归咎于父母 对她要求太高 然后飞机的状态 知道没有改变 静止地 朝一对年闹的夫妻 慢慢追去 第二个故事 发生在一个小饭店里 这天雨夜小饭店 匆匆地来了一个客人 女服务员立即认出 年轻的男人 就是杀妇奴母的 一谋政治家 服务员没份交加 赵真向她阿姨当即说 要在食物里 加老鼠药 独死人杂般的政治家 但她始终犹豫不决 在此期间 政治家还得意洋洋的 那女服务员 选择一张 自己当选政府药物园的照片 女服务员含着人的气 点了一张 以红色为背景的图片 接着 女服务员把食物 断给政治家的时候 阿姨才一点平静地说 食物里 已经放了老鼠药 善良的女服务员 顿时慌张起来 她还怕这样 会年累无辜的阿姨 那阿姨最值是 担心老鼠药已经过期 会毒不死她 接着意外的是 政治家的儿子突然照放 虚弱的他 吃了两口食物 就立即反胃 呕吐 女服务员越来越坦德焦急 善良的他 连复仇都小表决心 何况 也内一个无辜的人 于是 她准备强行撤走食物 准备结束 终止复仇行动 但是她无理的行为 却激怒了一无所知的政治家 让人刺测的时候 阿姨直接拿着刀 从她身后 插入了政治家的背 青红的血液迅速 蔓延开来 这幅情景 光如女服务员选择那张 以红色为背景的照片 第三个故事 发生在高速公路上 一个开着崭尽的 奥迪汽车的乘空男人 走在路上 突然前面出现一样 破旧的出租车 挡住了她的去路 奥迪车主有点焦躁和不爽 不断破口大骂 发现自己的怒气 终于 她得到机会 选进超车 两次相会的时候 奥迪车怒气冲冲的 把主执斯基 存货 甚至 在超车后 她小型的向后 收起了中指 然后没有想到 奥迪车主在开出一段路程后 轮胎 就爆胎了 没过多久 慢慢悠悠开过来的主执斯基 看到停在路边的奥迪车主 她立即 向奥迪车主 进行了一系列的包袱行动 首先挑衅的用钢管 打出奥迪车的玻璃 接着 还带有无用性的 在奥迪车主面前 撒尿 人物个人的奥迪车主 愤怒的直接开车 把主执车推向河里 本来想出自把修了奥迪车主 而想谈边生 决定一不做而不修 重新调转车头 猛的 撞向司机 那车主太快 那本就有故障的车子 失控的 也冲进了河里 出租车司机见状 弟弟从后备箱内 转进去车内 殴打奥迪车主 两个人就这样 执着公权的 扭打在一起 本来细微的冲突 顿时 上升为你死我活 不可调和的矛盾 接着 出车司机控制奥迪车主 并准备点燃汽车 毁尸灭迹 但意想不到的是 奥迪车主 在出车司机 准备逃走的时候 反手 抱紧了他的腿 最后两个人 都藏藏在满天火光中 而灯火熄灭时 人们只发现两具 焦黑的尸体 紧紧的 暴散一几 第四个故事 讲的是一个 兢兢业业的 抱婆专家的故事 这天 是抱婆专家 女儿的生日 可是 就在他为女儿 买生日蛋糕的 一会儿功夫 他的车 竟然因为归停车 而被拖走了 抱婆专家 很失气愤 因为 他停车区域的周围 并没有发现 任何禁止停车的表示 同时 因为车被拖走了 他没有赶上 女儿的生日排队 这段本来就有矛盾的妻子 对抱婆专家 更加不满 第二天 抱婆专家走了很远的路 到交管局 去取车 工作人员不耐烦的说 车缴了罚款 才能取车 但抱婆专家 质疑脱车的合理性 始终 不缴纳罚金 所以 工作人员直接 无视着他的解释 这令抱婆专家 变得狂躁 和烦闷 而工作人员的态度 也越来越满横无力 于是 抱婆专家失控了 狙起面 我气 疯狂的 擦向工作人员的玻璃 接下来的事情 就路通蝴蝶效应一般 他疯狂的举动 登上了报纸头条 以至于 失去了工作 其次也提出了 抱婆专家提婚 同时 剥夺了他孩子的抚养权 经历一切 打击的抱婆专家 态度渐渐笑成下来 他平静地 交了罚款 冷静地 在取回的车上 装上爆炸装置 而当交管局 又一次将抱婆专家 违规停放的车 投进交管局时 车爆炸了 抱婆专家 一发入狱 这件事 引起了民众思考 他们都纷纷质疑 妥差的合理性 甚至 媒体公开拥护 抱婆专家 正拿为 抱婆侠 第五个故事 是一个富二代 催嫁 意外撞死的一个孕妇 然后逃逸 富二代的父亲 袭击如焚 想着如何在警察 发现他儿子的时候 解决此事 于是 探教律师 建议找到 在他家工作多年的老管家 探教管家承诺 找他做儿子的替罪羊 除了给他五十万 拿按照后半生 这是一笔管家 工作几辈子 也赚不到的钱 管家动心了 同意一切 按照计划行事 他却没有想到 现在调查的警察 一眼就识破了计划 于是 律师单独和警察斡旋 最终 他告诉富二代的父亲 警察同意帮他满过这件事 但需要一百万的分口费 和五十万的劳务费 但同时 听到他们谈话的管家 有点不满了 于是 他也要求富二代的父亲 加筹码 给他一套 海滨别墅 接着在协商的过程中 富二代的父亲 发现事实上 警察并不知道律师 所说出的价格 他敢受到了欺骗 同时 识破了中文的强盗嘴脸 竟然愤怒地声称 要放弃这次计划 让儿子认罪 三年眼看到手的钞票 都不见了 马上 开始慌了 接着富二代的父亲 精明地把价格 成功压低在 一百万以内 管家一计划 代替儿子坐牢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被押送的过程中 亲爱被怒不可遏地 受害者父亲 婆婆 给打死了 而他的海边别墅 和一生龙华富贵 都化为泡影 最后一个故事 讲的是婚姻 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 幸福地 牵手走向婚姻的殿堂 可在冷暖的婚礼上 西南发现 西南格外热情地 堆在席上的一位美女 他敏锐的直觉 指引他发现了 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那个被丈夫 请自邀请来 让新娘的理智 渐渐崩溃 只能领受小三 太难自动地坐在这个婚礼上 就不仅也是对新娘无情地嘲弄 更是对女主人 尊严地践踏 接近崩溃的新娘 疯狂地跑上天台 迎着风 却是敌意的哭喊 正在天台上的蓝厨时 敲尽意义地 走过去安慰新娘 看在眼前 轻声安慰她的厨师 新娘 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接着 追上来的新郎 正好看到新娘 和厨师 亲密的场景 被发现的新娘 非常没有惊慌示作 还没在微笑 冷静地对新郎 说着恶心的话 面对新娘的威胁 和恶心的言语 新娘忍不住地呕吐起来 接着新娘神经质地 从前昏迪的舞池 拉着小三 疯狂地跳舞旋转 并故意伤害了小三 场面开始陷入混乱和不安 新郎 也被逼得崩溃地 爬在地上痛哭 让新娘 自好不为所动 甚至 还需要让人把新郎的丑态 拍下来 在荧幕上 循环播放 就在如此疯狂 和荒诞的场景下 新郎突然收敛 掩上了一切神情 慢慢地走向新娘 所有人屏息凌神的地方 意外事件发生 难而没有讲到 新郎新娘 像一件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无视力拥吻 并且旁若无人的 一步步深入 片名 漫黄故事 负仇的理念 就是所谓精神的满足 一报还一报 一仇 负一仇 自己所受的委屈 需要百倍千倍的 来奉还 否则自己的灵魂 自己的精神世界 无法得到救赎 又无法让死去的亡魂 得到解脱 这 就是大多数人 对于自己复仇的解释 可反观回想着 一幕幕的连锁行动 就会发现 自己好像跟仇人 并无区别 都是一个才能学心的人类 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黑暗面 只是看我们如何 去压制住它们 而当黑暗面 争取内心之时 这个世界 也将会随之黑暗 而想画去黑暗 貌制为多复仇 好像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可其实 宽隆 龙人 以及退浪 包括灵皮蹊径 都是压制黑暗面的 最好办法 复仇 难道就能解决一切吗 我是超年 如果一起忘了解说 请点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